少年一心想当王国之军 可他治理的国家却蒸蒸日赏 即便少年每日为后宫嘉丽淡尽两举 还从来不理会朝政 国家大事也全权交与奸臣手中 结果却应分得府 将原本即将覆灭的国家一步步推向了第一帝国的道 就在徒叶刚刚穿越过来时还非常害怕 因为他这个废柴皇帝是被奸臣拥立而来的皇位 身为傀儡的他根本没有话语权 必想到自己一生将要被操控 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突然出现的王国系统让他一阵恍惚 饶氏天天看穿越小说的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奇葩设备 只要让前朝覆灭他就可以回到现代 但凡能牵扯到王国目标的人 徒叶都能随时查看他们的资料 此时他发现身旁的美女便是奸臣安排过来监视他的 皇位下的两个家伙便是大前王朝最大的奸臣 左丞相赵卓 右丞相李天元 臣看您心不在焉是有什么心事吗 没等徒叶说话赵卓便嘲笑道 殿下是怕这龙椅坐不舒服的 两人本以为徒叶会像之前那般微微诺诺 没想到徒叶却开心的说道 我巴不得坐不稳 早日王国呢 此刻徒叶就是找死 他认为自己死了就算王国了 毕竟按照先帝驾崩的遗诏 是让领兵在外太子徒苏即位 如果按照这两位奸臣的计划搞死徒苏 那自己就会坐稳皇位 等灭国不知要猴年满月 还会和傀儡一样受他们百年 想到这里徒叶在两人震惊的目光中 一把抓过赵卓手中的玉玺 现在老子才是皇帝 从今往后杀谁不杀谁 全由我说了算 这一幕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难不成这家伙之前 种种废物行为全是演技吗 赵卓也是呆滞了许久 随后暴怒的骂道 你小子还没登机就这么嚣张是吧 我有本事扶你上去就有本事弄死你 徒叶嚣张的舔的舔的舔的 那你来弄死我呀 来呀来呀 快来呀 一旁的李天元连忙劝大家冷静下来 徒叶以为火候不够 更是一把将手中的玉玺摔在了地上 要知道传国玉玺象征的 大前王朝的权力影象征 摔了玉玺这法还造不造 看着两人面色铁青 徒叶已经准备好了上西天 可赵卓刚要发怒 李天元便一把将他拦了下来 他也被徒叶整个摸不着头脑 不过现在并不是起内讧的时候 于是他便拉着赵卓离开了 丝毫不顾及徒叶的大喊大叫 对于不听话的傀儡 赵卓坚决要将其铲除 而李天元却深度分析了 太子徒苏在外手握重兵 现如金玉洗碎掉 我们根本连先帝医院都没办法苍白 徒苏上台后必然第一个铲除我们 如果我们逼迫徒叶过世 他就会和我们于死网络 而我们不敢管 现在一切只能靠徒叶登基了 赵卓听候冷汗连连 他没想到徒叶竟然会利用 他们三方关系来驾驭他们 之前两人选中徒叶 是因为他在先帝众多子嗣中最好控制 奏折连一个字也看不懂 要电脑没电脑 要手机没手机太无趣了 也就美女对他来说还有诱惑力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了 怪不得古代君王死得早 事情结束后 徒叶突然想起来 自己可以被这个间谍女杀死 赵叔 其实你是赵卓拍到我身边的那鬼吧 此话一出女人倍感震惊 他还想要装一下 却被徒叶当场戳破 放心 我很享受和他玩的这场游戏 要不然皇帝当得也太无论了 赵叔被徒叶的话吓声 没想到处心几率来你身旁 却被你当成一场游戏 此次摊牌说明你对游戏已经完美了 徒叶假装喝多了趴在桌子上 听着女人逐渐靠近的声音 徒叶刚要兴奋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为了宿主目标更为清晰刻意增加积分系统 目前初始国力为一千 宿主只要让国力为零就等于完成任务 而本人的生死并不会降低任何国力 听到这里徒叶整个人都傻 他连忙反身抓住赵叔行刺的御手 差点就给自己玩死了 赵叔眼中闪过一丝绝对 再次将手用力刺下 可一个弱女子根本不是徒叶的对手 你被我三言两语就勾起了杀机 这样可不是一个合格的剑调 徒叶一掌将赵叔打昏 等女人再次醒来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死 徒叶让他不必担心 我说过这只是一场游戏 可以任由你传递消息 此次事情我只当作不知情 现在正就要开始一场有趣的游戏 说着徒叶便开始挥舞起来手中的毛病 可搞了半天 一个像样的字都写不出来 赵叔你来帮我写吧 心神未定的赵叔被拉了过来 不知殿下要写什么圣旨 可接下来徒叶的操作直接给他下赏 他竟然要将徒苏以及所有徒氏子弟点为数人 还要大肆挑选嫔妃 将王公贵族家的女眷带到宫中 徒叶是要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君暴君 对了他还要亲信奸臣赵卓李天元等人 就这么办 先帝尸骨未寒做这么多事情也够让人寒心了 他当即挥手教导 马上赵赵卓李天元来御书房 先帝尸骨未寒 新帝却强征满朝大臣女眷入宫士气 更要将忠臣与同宗子弟贬为庶民 这一道道圣旨下来 徒叶还在为自己马上要当王国之君感到开心 却没曾想这一操作法让帝国蒸蒸日赏 赵卓听完汇报一巴掌打倒赵叔 他原打算废了徒叶另立新军 没想到皇室子弟竟全被贬为了庶民 这时一旁的李天元也上前劝说 咱们这位新帝明显是在敲打我们了 两人在这时已经出现了分歧 李天元决定好好辅佐徒叶 而赵卓却依旧做着携天子令诸侯的美梦 当两人来到御书房 徒叶招待两位奸臣跟亲人一样 上来便嘘寒问暖 赵卓也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他还是打算在明日朝堂联合大臣们好好敲打一下徒叶 可没想到下一秒徒叶竟开口说道 以后上朝什么的太麻烦了 反正朕也信得过两位爱卿 朝中事情就麻烦两位了 徒叶无意中再次预判了赵卓的预判 这更让李天元暗暗震惊 他们的小心思在徒叶面前根本不够看 徒叶这时也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搜罗天下美女实在是太慢了 不如就从帝都周围开始吧 咱们就从那些大臣家中的女眷挑选 好家伙 这番操作把两位大大的奸臣都震惊了 这妥妥的昏君呀 不过这小子自己做死也省得我们出手了 看到合作伙伴这样说 李天元当场发怒 我劝你如果再侵蚀咱们这位陛下 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除了不上朝还要广纳后宫 这举动看似荒淫无荡 却是针对我们的连环境 说明他有不上朝也能把控朝政的自信 将群臣家女眷收入后宫 他就可以通过联姻方式直接拉拢大产 挖我们在朝堂的根基 而陛下扩充后宫也是要传承属于他的图室血脉 李天元分析的头头是道 把赵卓吓得一身冷汉 连忙询问如何应对 李天元黑黑一笑并没有说话 几天后挑选的美女大多数是不得适的贵族女眷 唯有这两女士大前豪门之后 两大世家因触动先帝被满门接斩 负责行刑的李天元一时心软将两女救了下来 十几年来他将二女隐藏身份抚养长大 希望就是有一天可以成为他的棋子 这次正好借助选妃神不知鬼不觉 将二女安插到涂叶身旁 而涂叶看着眼前各式各样的美女口水滞流 可还没等李天元暗暗窃喜 下一秒涂叶就惊呼起来 这两位小姐不简单呀 一旁李天元人都傻了 没想到计谋还未开始就结束了 殊不知只要能帮助涂叶王国的人 资料都系统被掌控了 涂叶看了一眼李天元并没有怼过 这种霍国殃民的美女正是他王国昏君的标准配置 涂叶托起女人下巴好好观赏了一番 可没想到这个女人有隐藏属性 她这些年从未被男人接触 但只要触碰敏感部位就会陷入颤抖导致昏 李天元还以为女人是被涂叶发现身份搞昏过去的 吓得他赶忙跪下认头 谁料涂叶大手一挥 不用换人 这个女人深得正的喜爱 今晚上就由她来试请了 涂叶话音刚落一旁的女子就恶狠狠的瞪着她 这是什么眼神 难道你也想一块事情 那不如就完三人斗地主吧 后宫家里中倒不是这两女最为妖艳 涂叶完全是因为系统显示两人是来灭国她才接近的 可以帮她灭国之人必定有过人之处 可经过一夜仔细研究涂叶也没看出什么 难不成是要用一些特殊手段 涂叶想了很多 最后还是决定亲自询问一下 你们有什么才艺课长之类的吗 两个妹子在来之前就被李天元嘱咐过 涂叶这人绝对不只是沉迷美色这么简单 他们必须要展现出色相之外的价值 阿莎率先说出 占卜 观星 策字 风水 医道 养生 还有便是自己的防中术 而当涂叶看向阿猪时 他却说自己没什么才艺课长 只是自幼便跟随祖父出入各种生意场所 而如木染下他学会了计算钱财 也善于计算人心 听到这里涂叶终于明白 范桃朱这个女人出身逐利伤人世家 无论是做假账贪污或者算计自己绝对是一把好手 而诸葛杀出身方是家族 沉迷修道炼丹可是历史上昏君的标准 利用两个女人对他的仇恨 涂叶当即下令让阿猪掌管博护 而阿莎则被封为了博师 顺便负责掌管太医院 负责为他炼丹严手 让大狼喝药的事情就交给阿莎了 两个女人听后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这时涂叶突然又想到了一个事情 阿莎既然是国师以后就穿道袍吧 而阿猪是财务女就穿黑丝短裙吧 后宫经常开Cosplay派对也挺不错的 少年一心想当王国之君 可奸臣却把国家治理的蒸蒸日赏 奸臣为了让他坐稳王位 更是不惜假冒圣旨让远在边疆的太子处 圣旨由得力干将赵姓负责派走 可京城离边疆数千公里 因路途遥远消息最终还是被泄露了 得到消息的昆卫立刻进行拦截 纵使一点寒芒仙道 随后枪出如龙的姓爷也抵挡不住他们的攻势 昆卫乃是先皇再世最神秘的组织 他们只负责守护先皇前元帝的秘密 先皇在去世前曾立屠苏为太子 而如今屠叶不但篡夺皇位 还要屠害太子 他们当然不能做事过 于是首领决定分头行动 一方面将事情远违告之远在北京的太子 一方面他们要亲手长个屠叶 另一边屠叶突然打了个喷嚏 此时的他还在后宫与美女们打着扑克 不知又是哪个美女惦记上了他 而赵卓等了五天也没等到赵姓的消息 殊不知德邦总管已经送了人头 这时李天元走了进来 我来给大人带来一个好消息 以及一个坏消息 赵卓神色异景 果不其然 坏消息就是伪造圣旨沙图苏的计划失败 本以为天衣无缝的赵卓此刻还有些不幸 赵大人 咱们立场一致 我没必要骗你 赵卓神在五天前就被截杀了 下手的乃是先皇的昆卫首领萧 此话一出吓得赵卓面色大变 要知道昆卫一直都是与血腥残暴面试的他人 赵大人还是听听好消息的 萧虽然杀了赵卓神 却误以为那道圣旨是屠叶让你下的 所以他下一个目标正是屠叶 赵卓混迹朝堂这么多年自然不会清醒他人 更何况昆卫一直独来独往 这种激励根本不可能让外人损知 李天元摆了摆手 我是怎么得知你不必在意 如今我们可以借助此事打破陛下加持在屠苏与你我之间的质合 今天陛下在后宫大斗宴席 我稍微运作已经让进军守卫格外松懈 如今萧已经完全站在了屠苏一脸 所以这次刺杀无论成功与否 屠苏都将背上是军的恶女 失去了大意哪怕军队在守也不再等 赵卓听后大喜 这一招一尸二鸟完全将两人撇开 李天元拍了拍他的肩膀 刚才自己所说完全是最理想的状态 可最后结果还是要偏偏油腻 整个计划他唯一算不准的就是屠苏 毕竟那是唯一让他感到畏惧的难 与此同时 屠苏心心念念的cosplay终于举办了起来 什么兔女郎一届魔法式他都让下人做出了服装 诺卫手领霄也穿上抑郁风情的服装混在其中 看到这个场景忍不住土豪 还没见过哪个婚君能荒淫无度到这个份上 一个个小浪蹄子穿得这么骚包 还没等他说话 一群人就围了上来 小妹妹你穿得这么多 怎么才得到大王的宠幸呢 他还没想好如何回话 那个神一般的男人就闪亮登场了 屠苏开场给后宫仲家里来了个飞吻 没有谁不想得到皇帝的宠幸一不登帖 这时屠苏愣了一下 他发现了人群中的消息 系统的消息很快让他读取了女人信息 见屠苏盯盯着自己 萧便以为自己已经暴露了 他当即拿出刺刀筒过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屠苏五天前给众人上了一看 所谓cosplay就是角色扮演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角色 精髓在于扮演角色的趣味性和刺激感 此刻在众女眼中 萧静是为了扮演刺客 想要挑起皇帝征服欲的小浪蹄子 众人此刻蜂拥而上 生怕萧抢了他们的风筒 这一幕看的屠苏都是一脸该指 而萧更是傻了眼 荒淫无度的昏君 没想到竟还有这么多嫔妃愿意拼死董 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萧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 完他的人都要死 就在他要大杀四方之时 屠叶赶忙制止 要知道这些后宫可是他扮演昏君的重要资源 此时在场众人只有屠叶与萧想法回到了现实 其他女的还都以为在演戏呢 而屠叶在国力扣完前还不能死 否则灭国任务就失败了 他脑子飞速运走 对不起 郑现在还不能死 不过郑可以善未给屠苏进行交换 你的目的不就是让屠苏登基吗 这番话让萧大感震惊 他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切都在对方场空之中 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屠叶微微一笑 摊排了郑不庄啊 郑的目的就是当一个吃喝等死的婚君 王位哪有后宫美人乡 我既没有治国才能也没有当皇帝的御王 还不如让给有能力的人 可屠叶的鬼话萧却根本不信 世界上哪有不迷恋权威的人 不管真假 他也要杀了屠叶 太子也一样能登基 屠叶见状赶忙加大力度 你现在杀了我只会让屠苏背上是君的罪名 哪怕当皇帝也名不正言不舍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亲爱的太子哥的着想 此话一出 萧突然眼中热泪淫眶 他想起先帝曾对他说的话 你说朕横扫八荒建立前朝算得上好皇帝吗 萧还不明白先帝为何这样的 然后先帝告诉他 朕死后对前朝百姓或许来说是一件性事 百姓们因为我太累了 朕只希望后世之君能宽容无争 不积功尽力 哪怕资质不如正 甚至堕落荒诞 这样百姓也不用再受战乱之苦 那时候萧一直以为先帝说的是屠苏 现在看来屠叶倒更符合先帝形容的气质 少女乃是先帝在世前最锋利的剑 可先帝死后皇位却被昏君奸臣碰无 为了不让江山倒腹 他决定刺杀昏君 可谁料屠叶的PUA能力这么强大 差点将女人信仰颠覆 缓过神来的萧立克坚定了意志 就算现在不杀了屠叶也要将他带到屠苏面前再做打算 可就在这时阿莎突然倒在了屠叶面前 想要挟持陛下问过我手中的福禄妹 这一幕可彻底把屠叶看傻了 怎么这个红颜祸水会主动搞不自己 难道不是派着他死吗 一头雾水的他还不知道 李天元将两人送入宫中的前夜专门嘱咐 进宫后切记不要被仇恨蒙蔽双眼 屠叶不能杀 先皇灭你们两大家族的血仇 又岂是杀一个屠叶能够解决的 你们的最终任务是要让大前亡国 所以你们目前反而要好好保护屠叶 原本我以为屠叶是中皇子中最昏庸无能的一个 让你们去他身边当乱世妖黑诱惑王国即可 可这只是我最开始的打算 谁料屠叶登基后像是变了一个人 之前的昏庸无能更像是伪装 越发让我捉摸不透 所以你们要代替我近距离找出他的破绽 两女还是第一次在李天元脸上看到这种民众的表情 你们二女要切记一点 绝不能让他与屠苏站在同一阵 阿沙这时看来果然如当时李天元死亡 屠叶真正的目的竞争要尚未给屠苏 这次搞得后宫宴会 现在看来就是要与昆卫联合 他必须出面阻止 肖与阿沙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可一旁的屠叶也傻了眼了 就在这时突然系统声响起 发布陈桥兵变 让手握重兵的将军逼迫尚未 尚未成功将扣除1000国力积分 一次性王国差点没给屠叶机动坏 此时场景正符合这个条件 他必须阻止阿沙 让肖将他带走 屠叶灵机一动想到了阿沙的弱点 只要一性摸他敏感部位 整个人就会瘫痪 正身为九五至尊 总会让心爱的妃子保护自己 下时间阿沙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浑身贪软 屠叶赶忙冲肖叫道 快趁这个机会挟持我 肖此刻待在原地满头问好 怎么回事难不成这又是他的诡计 见对方无动于衷 屠叶都要气炸 你还犹豫个毛呀 等侍卫赶到就来不及了 肖也管不了那么多 准备先把屠叶拿下再说 可就当他御手触碰到屠叶的瞬间 一股恐怖的气息扑灭而来 原本昏迷的阿沙竟突然颤抖起来 这是诸葛沙隐藏的第二属性 当被男性接触陷入昏迷时 将会将其他与还男性接触的女性 视为生死大地 进一步暴走 他一步一步向肖走 肖也没想到曾经覆灭的诸葛世家竟如此恐怖 怪不得被先皇灭夺 诸葛杀双手结役 离顿三枚真火 一张福禄加上极快的结役 冲天火光让一时间肖也无从应勇 而屠叶此刻已经完全被吓杀了 要是肖被干掉那陈桥事变就彻底完了 想到这里他不顾自身安危冲上去 想要推开肖子 强大的爆炸吸取了整个皇宫 一到冲天而起的火光震惊了皇城 而爆炸过后才发现阿珍爱上了阿强 这一闻仿佛定格的时间 许久过后肖面红尔氏 没等他发怒 突然就被诸葛杀再次袭来的攻击炸飞出去 带烟雾散去 只有徒叶完好无损站在原地 这时系统声音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任务失败 现有国力积分1400 徒叶愣在原地双目无神 什么灭国垃圾事件 怎么不扣分还到家分呢 太阳天怒吼 不过这一幕却把阿珠给震撼到了 刚刚发生那么激烈的争斗 徒叶不但安然无恙 还爆发出这么强的气场 他慢慢能理解李大人对徒叶的感情 爆发产生的动静已经惊动了宫廷手 李天元带着侍卫匆匆赶到了大殿 他连忙跪下向徒叶请盾 微臣这就将刺客带下去 查清幕后主使 听到这里徒叶立刻拒绝 这刺客长得还不错 朕还要留他事情呢 李天元生怕徒叶与徒苏扯上关系 于是连忙说道 陛下这个刺客很危险 留下恐怕不同 而徒叶微微一笑 朕就喜欢玩刺激的 还是说你认为正对付不了一个女人吗 气氛极度紧张 李天元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胡叶一把抱起昏迷的萧走向后宫 他还要把这个女人送回徒夫那里 继续让他从事伟大的事业 为了当王国之举 皇帝早朝竟抱着后宫嫔妃上逃 朝中大臣刚要进殿 但如果一个就受不了 那搬出一个女团 诸位爱卿又如何应对 不少大臣被气得直接昏了过去 如果让先帝知道 怕能气得直接从棺材板里爬出来 而刚刚还打算联合群臣 打压皇帝的大奸臣赵卓 此刻更是人都傻了 他当即怒斥道 陛下 您怎可带后宫上朝 这样不合理法 这场面就连奸臣都被气得打包不理 可涂叶却微微一笑 各位不必多心 正身为昏君荒淫无道 带后宫参加朝会也是很合理 赵卓今日还打算利用涂叶昏君的身份说是 没想到人家竟主动承认了 看来只要无耻到没有底线 谁也拿涂叶没办法 涂叶当即令太监给嫔妃们看责 位置在皇位下面比群臣还高 宿主在大朝会上破坏礼仪 国力积分减五百余九百 系统的声音让涂叶更加兴奋 他决定一会儿再搞几个破坏礼仪的事故 让他在群臣面前失去威信 王国或许会更快 诸位爱卿有什么要起奏的吗 赵卓为巩固自身权力 私下已经串通好大臣要给涂叶点颜色调整 启禀陛下 最近有人在极东海岛发现祥瑞献给了微臣 微臣心想着此物象征大前兴盛 所以想将其献给陛下 此话一出赵卓发现涂叶竟没有丝毫开心的迹象 反而十分的不开心 他不禁怀疑难道是涂叶识破了他的技术 可到了这个份上无论如何也要将祥瑞拿出来 赵卓拍了拍手 下一秒阿三老婆科莫多巨蜜便被两人拉了上来 这就是我陷于陛下的灵兽苍龙 涂叶差点没被一口水枪死过去 神特么的苍龙呀 看过动物世界的他再清楚不过此物的游览 此刻大殿内除了涂叶 其他人都忍不住议论起来 这时系统声响起 列国关键人物赵卓触发指路为马 如果在场所有人认可赵卓说话 将扣除两千积分 涂叶整个人都笑闷了 原来灭国这么简单呀 接下来又轮到他的表演时刻 看着那血盆大嘴朝自己吼叫 涂叶挠了挠头 赵大人 朕怎么看此物不像是什么祥瑞苍龙呢 赵卓黑黑一笑并没有正面 众位大臣可有人拾得这领手 说说他到底是不是苍龙 过于赵卓的淫威 不少人纷纷附和起来 对对对 这明明就是苍龙 我年轻时游历东海藤见过此物 还有人祖上流传下来的山海经 说那苍龙简直和此物一模一样 群臣纷纷恭贺陛下获得此等神兽 赵卓此刻心里乐开了花 公然以下犯赏 下空黄泉也只有他能做得出来 他的想法与涂叶想到一块去 正在涂叶准备开香槟庆祝时 突然一道反对的声音响彻大点 这个反对的人差点没给涂叶气死 他定睛一看此人竟然是他的后宫 这怪物长得这么丑 怎么可能是苍龙 龙乃是陛下象征 你献上此物寓意合为 涂叶听得冷汗直流 他脑子飞速旋转 终于想出了不就错事 那就让后宫之手赵卓来帮赵卓说话 下面这个东西让你说是不是苍龙 赵卓愣了片刻 他明知道自己是赵卓内应已经暴露 涂叶还让他一直留在身边 现在更要让他表态 反而赵卓却对他脸打开骂 他当即坚定了决心 这么丑的东西怎么可能是苍龙 你这怕不是在护弄皇上的欺君之罪 彻底反水的赵卓越说越起劲 直接把赵卓骂傻眼了 同时也把徒爷骂傻眼了 你究竟在搞什么呀 说好的助攻赵卓被刺我了 你被刺对象搞错了 骂完的赵卓还不忘鼓舞其他后果 下时间朝堂上一片骂声 赵卓一时间进度之如何是好 他连忙求救夏大人 说要助我酒足的是 你们家宋进宫的女卷吧 你平时怎么管教她 夏大人撸起袖子刚要教训 谁料女人根本不在乎她的严密 当初你把我当成炮灰宋进宫的那个 我就与夏家恩断一决了 此话一出更是激起了众人 陛下臣妾也要举报 我父亲从不顾百姓死活 贪污赈灾良小 我父亲在地方上强占明田 我父亲品德办坏天天逛青王 我父亲草间人命 后宫家里一言一语 根本没有徒叶能插上走的地方 此刻场面甚是精彩 这些大臣在私下做的坏事被一一揭发 直到此刻赵卓才明白李天元对他说的话 徒叶果真不是好人 一时间朝堂大臣竟被后宫气势所达 这时徒叶阴沉着脸拔出天子剑 一步步走向前去 真龙天子之危何其恐怖 隔着数米远都能感受到刀上的寒意 大臣们吓得不敢说话 后宫家里也冷静了下来 然而就在下一门 徒叶竟一见朝赵卓砍去 赵卓一时间差点吓念 可回过神来才发现 原来是那只科摩多巨蜥死 赵大人 为了这么一个怪物伤我 群臣何气实在是不知道 今天朝会上的事情 正就当完全没发生过 不知赵大人意下如何 恐惧呆滞 各种各样的情绪都写在了赵卓的脸上 陛下说的对 而朝会结束后 涂叶被气的浑身都在颤抖 由于指鹿为马被破坏 导致以赵卓为首的群臣受到震慎 宿主的帝王权威更为稳固 奖励国力积分两千 少年刚穿越古代当上皇帝 边将太子便率兵谋反 可少年不但将皇多大权交于奸臣手中 自己还跟没事人一样在后宫疯狂开派对 涂叶本以为这样就可以王国回到现代 可没想到太子杀入皇宫 竟给他抛了个媚眼 手底下百万雄兵 更是高呼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来就在指鹿为马事件过后 奸臣赵卓的威信受到了极大影响 为了让王国任务继续进行 涂叶将李天元身为了太子 太子乃是凌驾于左右丞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 外有太子带百万雄兵攻打 内有最大的奸臣当道 涂叶何仇当不上王国之君 而这道旨意下来后 李天元整个人都傻了 要知道此刻郑北军是打着清军策的名号 如果他率兵拦击 失败后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不是把他架在火上讨吗 李天元再次感受到涂叶恐怖的心机 就在这时赵卓竟也跑来骂他 为什么自己刚刚示威他就省止了 心烦意乱的李天元也不想跟这个猪队友合作 赵大人不要以为我温和的态度给了你误解 你掌管玉玺破碎 在百官面前施了威仪 就连赵叔都背叛了你 你手上还有什么底牌 我现在看在往日勤奋给你最后的机会 说着李天元一把将令牌塞进了赵卓的嘴中 凭你现在身份和虎服能够调遣龙位 好好建功吧 不然等图苏杀进来都要死 说罢李天元便转身离去 而赵卓也知道带兵出战只有一死 既然如此那别怪我无情了 几天过后前经周边村落被赵卓洗劫一空 村民们抱着士兵恳求留下一点粮食 可军令如山 士兵们只能强行征收 就连龙位统领都看不下去了 他质问赵卓为何尚未开战就要节粮节财 这些可都是大前子民们过冬的粮食啊 这样做不会含了将士百姓的心吗 袁统领你是在质疑本相吗 本相只不过是为了增添一些胜算而已 只要我们避开叛军正面攻势 前经周边粮草已经断绝 不过也能把图苏托死 身为大前子民就要有牺牲的觉悟 这是他们的光荣 赵卓表面上是这么说 可暗地中早已将粮草经营运到了别处 有了这些他也可以自立为王 然而这一切尽收原统领眼中 他对现在的朝堂已经彻底失望 于是他暗中叮嘱手下将消息送给图苏 另一边萧本以为烧杀抢掠都是屠叶这个昏君干的 没想到听了士兵回报竟然是赵卓一手遮天 但萧并不能辨别争人 于是便将士兵说的话一五一十传递给了图苏 与此同时在不远处有个老六正在欣赏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次吻了彻底吻了 龙卫被赵卓那老狗带走了 城内守卫不足千人 我的好大哥还不得给我干报 想到这里图叶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而另一旁图苏也收到了消息 半个月后镇北军大败龙卫 缴获资重无数 镇北副统领王展十分疑惑的汇报 这十余天未免进展的也太顺利了 每次对方几乎都尚未交战便留下粮草逃走 明显就是故意败给他们的 这其中肯定有诈 图苏听完嘿嘿一笑 王将军说的没错 我当然知道他是故意的 我那个弟弟的心思我还能不明白吗 回想起小时候 身为太子的图苏被父皇给予了厚望 每日让他学习如何治理国家 可他却一点都学不明白 他只想带兵打仗 于是他便给弟弟图叶吐槽起来 图叶当时就告诉他 不能花天酒地享受人生 这皇帝不当也罢 而图苏身为图是敌长子的他 命运根本没得选 看着哥哥失落的模样 图叶笑着冲哥哥说道 这个简单 我以后就把你皇帝位置抢过来 还要剥夺你的图性 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小时候的戏言歪打正着 如今把图苏感动坏了 你这个白痴 为了哥哥宁愿与满朝文武作对 宁愿与天下作对 这次就由哥哥来保护你 当正被大军杀进京都 图苏进单枪匹马朝皇宫走去 这一幕直接给图叶搞不讳了 这是一旁的守卫 刚准备搭剑将其射杀 吓得图苏连忙将其拦了下来 谁特么让你射的 把剑放下 真被这小兵一剑射死了图苏 老子还灭个毛的脖呀 图苏看到这一幕也欣慰的笑 你如今如愿成为昏君了吗 你还是同以前一样 寻欢作乐 名玩不灵 蔑世礼法 这几句话给图叶说得心花怒放 可接下来直接给他听傻眼了 将这些当作穿在自己身上去扮演昏君 你还是对自己的善良那么遮遮掩掩 什么鬼 图叶当场CPU都干烧了 善良 你究竟说谁呢 这时图叶突然明白过来 这家伙肯定是在放嘴炮 想要不费一兵一卒骗我投降 哼哼 直接投降可达不成静难之意的条件 他当即朝图苏教导 亏你还号称战神 打个仗还唧唧歪歪的 搞什么挣钱喊话的仪式的 图苏无奈的摇了摇头 吴皇啊吴皇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怎见 不过说到仪式 接下来才是中鬼 全军将士听我号列 朱赵卓清军策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由于袁太子向宿主臣服 终此一生兄弟感情深厚被传为佳话 成器让贤事件导致宿主国力加五千 徒叶直接压麻呆住了 脑海中赵卓的身影挥散不去 抱歉了 臣再也不能帮你搞垮这个国家了 我要去死一死了 灭国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帮他亡国的人就这么晚了 太子以清军策之名帅百万大军杀入皇宫 却只为恭贺弟弟顺利登上皇位 殊不知弟弟立志要当亡国之君 一想到自己最重用的奸臣要被哥哥杀害 徒叶当场被吓得魂飞魄散 赵卓现在已经死了吗 徒苏告诉他 臣以命属下王斩奋兵讨伐赵卓 届时将以赵卓人头为陛下登基赫礼 可当他话音刚落 城墙上已经没有了徒叶的身影 下一秒只见徒叶骑上快马从他身旁穿过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夺走赵卓老狗的命 不然以他自己该如何亡国 如何回到现代 而此刻不知死活的赵卓竟还在作死 他认为皇宫已经沦陷 自己必须要好好把握手中这只荣卫 以后才有翻身的资本 见虎服如见陛下 违背他就等于违背陛下 对于不听话的将士他采用杀鸡儆侯的方式 就在他准备斩杀违背命令者 突然一只大手死死将其拦下 当他转身想要看是谁这么大胆 只见徒叶那血红的双眼死死盯着他 徒叶发疯似的朝赵卓怒吼 赵卓 你特么别做死了 你死了让我怎么办 他一把抓着赵卓的脸 你想知道外面究竟有什么吗 八万 八万镇北军正要来干你啊 他们口中只喊着清军策 朱赵卓 你真想把自己玩死吗 在这个时候含了龙卫将士的心 你的做死能力实在无人能及啊 赵卓听后被吓得面色发黑 他口中一直喃喃到不可能 直到现在他还在自我安慰 差点就被你唬住了 你有那么好心救我 肯定是前经被攻破你逃命来的 都这个时候还在脑补 徒叶也是一阵无语 这时赵卓竟挥舞刀剑朝他杀来 赵卓认为徒苏要杀也是先杀徒叶 如果能拿下徒叶交给新皇 说不定不但能保住性命还是大功一件 一行将士冲上来护驾却当场毕命 鲜血划过徒叶的脸颊 他愣在了原地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错 此刻赵卓把剑架在徒叶的脖子上哈哈大笑 你到最后还不是被我拿捏 等你死后 我会把你后宫坏我好事的女人统统杀掉 那些女人原本就是利用的工具吧 尤其是赵卓那个二手货 早被我送给了无数男人 违背主人医院的工具只有销毁 赵卓的话像无数根银针扎在了徒叶心头 徒叶终于破防了 他反手一拳狠狠打在了赵卓脸上 你这头肥猪好过分呀 无论说的 做得都好过分 老子去特么的穿越 去特么的狗屁任务 去特么的狗屁系统 无业最后一脚更是狠狠踢碎了赵卓的裤装 痛得赵卓躺在地上疯狂打滚 你刚刚说的太对了 不和主人心意的东西就得销毁 你知道老子为了梦想付出了多少吗 老子因为害怕留下子嗣导致败不了国 每次看着美女们都只能点到为止 为了举办好后宫cosplay的服装 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我还要学习这个世界奇怪的文字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而你呢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此刻一旁将士看着涂叶 暴打赵卓心里不知有多减气 涂叶犹如死神一步一步向赵卓走来 我将大任交付于你 你就是这样暴打我的 赵卓已经被彻底打傻了 他跪在地上不断磕头认错 我不该避而不战 我不该密谋夺权 陈真的知错了 涂叶冷冷一笑 财富 军队 王位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我在乎的是我重用的人全部都辜负 这次赵卓更是醒悟了 他哭着说自己辜负了先帝 辜负了陛下大恩 辜负了前朝子民 让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我是前朝罪人 赵卓哭得气不成声 他后悔自己做了那么多错事 可涂叶心想的辜负却不是这些 他想要王国 将大任交付赵卓 你一个奸臣一步步给老子政权越搞越稳固 这才是最令他生气的 然而此刻却把赵卓骂醒悟了 皇帝为了早日当上王国之军 每日寻久做了让奸臣把控朝政 可奸臣却把他的皇位越搞越稳固 辜负失望之余 还想着再给他一次机会 可没想到赵卓心里想的不是如何迎人搞破国家 竟要挟持自己 辜负叶叹了口气 下一秒赵卓便被背后身影打昏过去 萧 你还是出手了呀 萧没想到自己的出现也在辜负的掌控之中 他再次感受到了辜负的苦务 此刻他的立场也在拥护涂叶与朴素之间来回摇摆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涂叶冷冷一笑 一直以来他都将王国希望寄托到赵卓身上 可现在看来真的错了 也是时候把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了 就在他准备亲手了结赵卓性命的同时 赵叔也在做着噩梦 无数百股问他为什么不替自己复仇 他们曾经一起发下血识要杀了赵卓 这时那肥头大耳的赵卓恐吓他 背叛主人的工具 下场和他们一样 说着就张开血盆大口朝他袭来 就在这时苍穹之上一柄神剑从天而降 死死地插进了赵卓的脑袋 而执此宝剑者正是涂叶 梦境与现实同步进行着 这时赵叔被一道声音唤醒 姐姐 赵卓被陛下处决了 现在正准备在大殿召集群臣了 听到这句话的赵叔流下了泪水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当郑北军赶到之时 涂叶已经返回了皇宫 留在这里的只有赵卓的尸体 另一边涂叶坐在大殿内已经失了神 老子一心想着灭国灭国 这段时间都灭了个什么呀 现在后宫对他死心塌地 没有任何红颜祸国的机会 正被太子涂苏是铁了心要保他皇位 李天元在赵卓死后也完全变成了耸淡 朝堂上文武百官更是稳得一批 涂叶一顿猛如虎地操作下来 活力积分反而涨了一万五 以后让他还怎么指望这些人帮他灭国呀 涂叶愁眉不展的模样在李天元看来更为恐怖 他疑惑明明已经诛杀了赵卓 涂苏也诚心归附 为什么在涂叶身上看不见一丝开心的迹象 想到这里他怕了 其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己还活着 原本三方微妙制衡的关系已经结束 现在他成了唯一不和谐因素 想到这里李天元立刻坚定了内心 是时候表态了 微臣恭贺陛下大发神威 首刃国贼赵卓 实在是大快人心呀 然而赵卓是从微臣手中窃取兵符祸乱百姓 臣甘愿受罚 望陛下面去陈太宰之职 以警校友 李天元话还没说完便被涂叶打棒了 停停停 朕现在没心情听你说这些 近段时间朕太累了 涂叶可不想失去最后的奸臣 朕接下来决定微妇私访流利大前 免职的事情就等朕回来后再说吧 李天元文言整个人都傻了 陛下这到底是闹哪出呀 朝堂刚稳定就游利 那自己太宰之职不就成了万人之上的存在 难道这是在考验自己 李天元吓得赶忙求陛下三思 谁料换来的却是涂叶的捧客 你在叫朕做事吗 涂叶见李天元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把扶 他彻底失望了 指望李天元灭国是不可能了 好在还有敌外的不少势力 北境草原上苍王部落屡屡进犯 连战神屠苏也只能勉强和他们五五开 南方则是与他们隔疆而至的金国 其国主文韬五略 就连先帝生前屡次征讨也无功而返 最后的是大前境内号称信众的百万红秀军 这只由神棍组成的反贼一直是前朝的大患 前两个势力想要帮助涂叶灭国太麻烦 这次微服私访他便是盯上了红秀军 前国皇帝给灭国内贼当内鬼 想想都感觉刺激 涂叶想到这里开心的笑了 然而却把一旁的李天元再次吓傻了 他实在琢磨不透涂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可无论如何 今后他做事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等涂叶游离诸国 这些日子定要好好帮他治理国家 让其抓不到任何把柄 这样自己才能活命 少年努力想当亡国之君 可无论奸臣还是亲兄弟 都比他更努力想让自己坐稳皇位 无奈之下少年只好借微服私巡之名 利用民间反贼来帮自己亡国 涂叶本来想独自前来 哥哥却让萧来保护他 两人走在龙兴一带的大街上很是疑惑 这里明明是涂是皇族的发源地 可如今名义上虽属于大前 却早已被各方势力参透 按理说先皇应该无比重视这一带控制权才对 可是以先皇和屠苏那铁血手段 竟认有反贼们在此设立据典吗 就在屠叶疑惑之时 萧突然挡在了他的面前 面前这群壮汉就是红袖军之人 镇上以前从没见过你们 你们不会是朝廷派来的吧 见身份被认出 萧立刻摆出了战斗姿态 而屠叶这时嘴角笑容已经快压制不住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居然这么快就出现了 我确实是朝廷派来的人 你们老大在哪 我有钥匙相谈 见对方如此坦白身份 反贼们也傻眼了 不过这里是他们的地方 也不怕两个人能翻起多大风浪 屠叶与萧就这样被带到了红袖军总坛 与此同时 坛中一群戴着面具正在狂魔乱舞的人 向中间少女汇报着大钱的消息 好消息是新皇屠叶登记了三个月 就平息了朝堂动荡 前国气数未尽 那坏消息是什么 正当坛主发问之时 手下回报朝廷有人来见 坛主吩咐周围的人先离开 自己则拿起地上的蝎子吃了起来 这画面看得屠叶浑身不自在 少女吴洞玄便是红袖军首领 精通方术 善于迷惑人心 收拢天下留名为信众 意图颠覆大钱基业 被称为盗祖 完完全全的六边形战士 反骨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百 屠叶看到这些消息后 顿时便来了精神 哈喽你好呀 对方完全没听懂他在打招呼 虽然你普通人装扮想掩饰身份 但我猜你一定是位高权重之人 而你这个随从一看 就是常年行走于黑暗之中 见血无数的狠人 屠叶依旧笑嘻嘻地吹哭 不愧是红袖军首领 眼光果然犀利 实不相瞒 我虽然是朝廷之人 但却不是大钱国的朝廷 我乃大经历史 奉陛下之命专程找红袖军合作的 他的话音刚落一潭酒水便随之碎裂 屠叶当场愣住了 寻求合作说得好听 你们也是对大钱龙根抱有想法吧 何必遮遮掩掩掩呢 屠叶听后整个人再次呆愣在了原地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更疑惑 谁料对方这事拍了拍他的脸 还在装饰吧 你们难道不是为了主宰天下气韵的龙根吗 五百年前屠叶先祖便是在此处斩下一具龙头颅 屠叶从此获得了争夺天下的气韵 即便是当时诸侯分剧 最后也差点一统天下 这也让后世广为流传了起来 每五百年就有黄龙出世 只要斩下头颅 夺取龙根便能当黄军 世人只知道这些 却不知五百年前黄龙其实是被两个人斩杀的 另一个人便是创立金国的楚人王 两人乃是结义兄弟 原本可以成为彼此托付性命的知己 也因此是产生间隙 屠叶先祖凭借龙根加持 一跃统一了整个北方 而楚人王虽然也统一了慕龙江以南 但国力完全无法与前国抗衡 如果不是凭借天险苦苦之称 现在怕是早就亡国了 如今五百年实现将至 天下格局必然发生大变 丁 系统检测到龙皇之气 该剧情可能触发灭国事件 建议宿主先获得吴栋玄信任 努力发掘剧情需要 屠叶心中激动不言而喻 此处微服私访红袖君真是来对了 吴道祖方才提到龙皇之气 难道你也想夺取天下吗 屠叶满怀兴奋的发问 可得到的结果却是吴道祖只想天生当反贼 却没有一点想要当皇帝的想法 这直接给屠叶整不会了 天生当反贼是什么鬼 你难道没有目标没有梦想吗 一心想当王国之君的皇帝亘古未闻 而少年为了王国却用尽各种办法 可无论他怎么做死 皇位竟越来越稳固 这次他更是不惜冒充 敌国大臣与反贼合作 殊不知太宰李天元早已经暗中尾随于他 这片地方在红袖君掌控之下 反贼首领让屠叶拿出一条能打动他的筹码 幸好屠叶在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吴栋玄的功课 吴栋玄又是村庄因前奉大战被屠命 在流亡途中他偶遇先人 自此学会了医术与方术并用他救治同样出身的人 以此积累声望被人们尊称为盗族 直到现在组建的红袖君以推翻大前为目标 魂川前屠叶在历史书上见过太多的奇异领袖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战乱与压迫逼上绝路的可怜人 这女人虽然表现得像难以捉摸的变态神棍 但在她眼中也只是在乱世生存的伪装罢了 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想要拿捏简直轻轻松松 屠叶伸出两根手指 我这次奉国主之命自然带来了承诺 第一灭掉前国 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立场 第二我们国主立志要租万世明君 所以他承诺会变法改革 建立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国 此话一出果然引起了吴栋玄的注意 屠叶见状连忙趁热打挺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国主的治国理念 拥有前世丰富键盘侠经验的屠叶 下一秒便开始夸夸气谈开来 暗中隐藏的李天元让阿莎隐藏了两人的行踪 因为吴栋玄也是方术高手 阿莎只能远距离使用方术听取两人的谈话 谈话内容也是断断续续 发展名声 耕者有七天 用商业促进物资流通 兴办教育改革农业技术 虽然距离远听得不是很清楚 但其中不少话令李天元大感震惊 尤其是人人生而平等 这是多么浪漫的想法 可这事情说起来容易 又岂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当年那位绿行光便是轻微触犯了权贵们的权益被无马分失 之后在无人敢提普天之下人人平等的理念 而现在涂叶竟敢再次提及 要知道一旦失败 即便身为皇帝也难逃活命的机会 这实在是太酷了 此刻李天元望向涂叶的目光充满了敬佩 在他与赵卓还在为那点全是勾心斗角之时 涂叶眼光与境界却早已胸怀天下 惭愧之心在此时充斥了李天元的内心 另一旁涂叶唧里呱啦越说越起敬 直到最后连红袖军的老人都忍不住为他端茶道士 掌声更是啪啪啪的响起 你的描述确实让人心动 金国要真能如此致实 必然是一个千秋万世的天国 涂叶以为对方同意了 还没来得及开心 下一秒无动玄便画风急转 不过你真当我是白痴吗 你们金国根本不可能推行这些政策 因为我太了解你们的国主了 昔日楚人王立国之时可没有龙皇之气加持 所以他不得不妥协与江南门阀势力共同致力 直到现在你们皇帝都不敢触碰门阀力 难不成你们会自断双臂为我们谋服吗 真是笑话 说你到底是谁 看对方蠢蠢欲动要将自己嘎掉的样子 涂叶欲哭无泪 这次真是烂过头了 忘了调查金国的背景 而自己提出的政策又太过先进 现在在别人眼中已经算大离谱了 涂叶被逼一步步向后退着 突然一道身影拦在了他的面前 此人正是萧 任何人只要胆敢上前一步 他便会毫不犹豫出手 可这里终究是红袖军的地盘 吴栋玄让二人交代清楚或许会留下全尸 好吧 没想到被你看出来了 其实我是大前人 吴栋玄冷冷一笑 他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前国 就在他准备出手之时 涂叶连忙让他等等 老子还有话没说完呢 我虽然是前国人 但我和盗祖一样 一心想要前国覆灭 此话直接将偷听的李天元震惊傻了 阿莎急忙询问要不要出手 他生怕涂叶出现什么意外 殊不知在李天元心中涂叶死了才好 不过他真是好奇 在这种绝境下涂叶要怎么才能说服吴栋玄 下一秒涂叶说出了 他乃前国太宰 李天元是野 而李天元本人差点喷了出来 你是李天元 那老子是谁 少年为了当上王国之君 竟不惜冒充奸臣的名字与反贼合作 可涂叶万万没想到奸臣就一直在暗中盯着自己呢 当李天元名字说出口的瞬间 李天元本人直接一口老血喷出 见吴道祖似乎不太相信的模样 涂叶再次说到自己梦想便是推翻涂世的统治 建立一个大同社会 为此他一直暗中潜伏 给先帝当牛做马了一辈子 终于把气熬死了 自己现在才掌控了大权 这件事情无论是宫中还是民间都传开了 吴道祖也有自己的消息渠道 在前不久 全臣李天元还联合赵卓 扶持了一名叫涂叶的废物皇子 地图把控朝政 可关键时刻 涂苏居然跑回来了支持弟弟登记 涂叶连忙应声说道 对对 不知道那个涂苏抽的什么风 之后赵卓被诛 我还以为李天元被软禁后 皇帝将其暗中除掉了呢 涂叶顺着女人的话接了下去 皇帝的确想让我死 我是在死室的护卫下逃出来的 如今走投无路才来投奔 吴道祖听了半天这话里话外都没问题 传闻李天元谋略无双 是前皇坐下第一智囊 刚才先生那般精彩施政方针 也配得上这个评价 说到这里吴道祖突然话锋急转 不过我听说李天元应该是中年人吧 此话一出涂叶冷汗直流 他谎称自己有助言数比较年轻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我们有共同的目的 前朝小皇帝屠叶昏庸无能 只要他不倒台 我那些治国理念都绝不可能实现 吴道祖冷冷一笑 那然后呢 你再借助我的力量夺取龙根 自己当上皇帝吧 屠叶连忙摆了白手 表示自己对皇位真的不感兴趣 我现在和盗祖一样 只想毁掉现在的钱国而已 见吴道祖没有说话 屠叶刚想接着忽悠 突然女人让他等等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事先处理一下躲在暗处的老鼠 一旁阿沙感受到吴道祖未压后面色大变 他刚想拉着李天元离开 吴道祖就已经到了两人身边 偷听得很开心是吧 话音刚落阿沙便急忙甩出一张福禄离盾 吴道祖面色没有丝毫变化 仅几个闪身便躲了过去 没想到还是个方数 可惜在我面前不够看 雷顿八方来袭 煞世间恐怖的雷电从吴道祖指尖射出 仅是一招便结束了战斗 一旁的李天元直接更是被吓傻了 这时吴道祖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有个不错的手下 有这么厉害的手下宝货 你一定也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吧 两人还在交流着呢 一旁的涂叶才是人都傻了 他不明白李天元本人怎么会在这里 老子精心谋划了半天 这下彻底完蛋了 剑吴道祖已经开始逼问李天元究竟是谁 涂叶张着大嘴不敢说话 他心想我刚模仿你 你不会反过来模仿我吧 可别犯傻呀 你跟皇帝年龄根本对不上 涂叶心中一万个尼玛飞过 这时李天元回想起小时候父亲对他说的话 天元你为何读书 李天元摇了摇头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万事开太平 这是圣人教导我们读书人的道之所在 不过你爹我没圣人那般高尚 不管他们怎么说 那些只不是圣人的手段而已 我想要的是你名垂青史 人生何其短暂不过百年 终将腐朽化为尘土 只有被载入史书被人人传送 我们读书人的生命才能永恒 那一天过后李天元彻底醒悟了 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可好景不长 因钱国大肆攻略他国 战乱波及到了他的家乡 他才发现所谓读书人的骄傲 在生死面前不过是笑话罢了 善良的他可怜一位老者饿了三天三夜 刚想给他一块面皮 谁料这个举动引来了无数人的嫉妒 为了活着 没有什么是人做不出来的事情 众人纷纷扑向还是孩童的李天元 那一刻他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人性 这时李天元回到了现实 这一次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徒业的大同社会 犹如一团烈火照亮了他曾经被黑暗蒙蔽的内心 少年为当上亡国之君不惜与反贼合作 可少年却不知自己亡国梦想竟感动了朝中奸臣 此刻李天元已经因为徒业的话幡然醒悟 读书不为名 也不为苍生 只为在这世间留下一笔属于自己的人生 不成为他人的残羹圣范 那刻后前国最年轻的丞相李天元诞生了 他终于成为了掌控万民生死的凶兽 即便是老皇帝在他眼中也是最好用的妻子吧 先皇大桑之时 李天元更是将在场的太医与将士全部殉葬 反对他的朝中大臣更是当场斩杀 从那时他便真正站在了世界顶点 而当时的赵卓不过是他身边的根屁崇拜 先帝一照让屠苏登基 李天元为了让自己在史书上留下好的一面 不得已将赵卓扶持成名面上的奸臣 把控皇帝操纵朝政自己当最大的赢家 可谁料想徒业这个软弱无能的皇帝居然胸怀天下 这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就在这世无道祖一声冷下将他从回忆拉了出来 我问你话呢 你究竟是谁 李天元淡淡地脱下了自己的衣帽 我乃前缘帝 图千军是也 此话一出图叶当场喷射起来 老子特能冒充你 你反过来直接冒充我爹是吧 然而李天元竟面不改色开始编起了故事 我其实还没死 假死只是我欺骗世人的眼光罢了 就在他说的正起劲之时 无道祖直接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骗人好歹也有个差不多的理由好吗 眼看无道祖就要一手捏死自己 李天元赶忙说道 世人都知道你对钱国恨之入骨 巴不得将我挫骨扬灰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拿自己性命来开玩笑 见无道祖眼神闪过一丝犹豫 李天元趁热打铁解释起来 比起死亡我更恨那逆子徒业 是他让我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那逆子狼子野心城府积其身后 一直伪装自己窝囊好色的假象 让我以为他是诸多王子中最不成器那个 可没想到他私下一只勾结朝中大臣 欲谋多皇位 多年来 他的势力已经渗透了朝中与军中 甚至连前些日子死去的左丞相赵卓也是他的人 这时他偷偷看一眼徒业 再次标起了奥斯卡影帝 还好有李天元对我忠心耿耿 面对徒业的拉罗 他假意归顺 暗中却一直为我谋划试图瓦解其势力 无奈徒业势力太大 我只能以假死退位来保全自己 而天元则留在朝中继续挑拨徒业与大臣的关系 可惜我们的计划只成功了一半 虽然赵卓与徒业反目决裂 但另一个逆子徒业竟然帮徒业干掉了赵卓 还帮他稳定了朝政 李天元越说越愤慨 却丝毫没有感受到一旁的杀气 正是来源于对先帝无比忠诚的萧 胆敢见悦先帝名号 侮辱陛下 还诽谤徒业殿下 一次犯了这么多大忌 萧认为徒业绝不会轻易饶恕他 只要现在徒业一声令下 萧绝对会毫不犹豫送他去见赵卓 李天元毫无破绽的话让吴道祖也陷入了思考 毕竟他也听说过 国桑那天没有一个活人走出葬礼现场 难不成这中间真有什么猫腻 这时李天元更是语重心肠的对徒业说道 天元 这段时间一直让你半奸臣 刚刚还违背本心辱骂阵 实在是委屈你了 在消震惊的目光中 下一秒徒业竟双手抱拳 一脸严肃地朝李天元败了下去 臣不得已辱骂陛下 实在是罪该万死 他的话音刚落 那抓着李天元脖子的御手便松开了 李天元重重摔落在地 还没等他喘口气 吴道祖便再次威胁了起来 我不管你究竟有什么过往 可惜我与乾皇之仇不共戴天 如今你给我说这么多 不会真以为我会让你全身而退吧 李天元是何等人物 那可是善于玩弄人心的高手 一个失去皇位的废人 你杀我一如反掌 但我知道杀我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乾国还在 杀一个废人你也享受不到复仇的快感 吴道祖冷哼一声 弄死一个当然不够 当然是要涂世一族骨肉相残 杀得家破人王段子绝孙才好 面对这恶毒的话语 李天元都不由为涂叶捏了一把冷汗 他生怕涂叶忍不住就爆发 可让他怎么也想不到 涂叶非但不生气 反而跳起来夸女人说的好 家破人王好呀 段子绝孙好呀 涂叶笑得嘴都烈了 他明白李天元是在赌吴道祖 对乾国仇恨之深 只有这样才能好好利用 红袖军颠覆乾国 不愧是你 被我寄予厚望的灭国小龙手 少年一心想当亡国之君 为此不惜任奸臣做府 任反贼做兄弟 此时吴道祖一脸不屑 他认为涂叶两人之所以跑到这里 除了是想从龙脉拿到龙皇之力外 还想得到他们红袖军的支持 李天元刚想附和 吴道祖突然大喝一声 别做梦了 虽然他很乐意看到涂叶族自相残杀 但要让他拿红袖军来帮助仇人 简直一想天开 李天元只是淡淡一笑 随后目光转向涂叶 如果不是帮助我 而是要你帮助他了 经过那个逆子的事 如今我早已厌倦了皇位 现在的我只有两个心愿 一是干掉那两个败家儿子 二是把江山托付给可靠之人 涂叶看他演得认真 可万万没想到 下一秒就吃瓜吃到了自己身上 比如你眼前这位就很不错 而此时的吴道祖早已失去了内心 正当他打算将其拉去喂狗时 李天元突然叫停 随即从怀里掏出了传国玉玺 全当是交给我未来继承人的新婚大礼 涂叶此事人都傻了 好家伙 自己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做 就这样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见状吴道祖一掌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看来你给出了一个 大家都很满意的建议 你之前提出的治国理念我很欣赏 配得上当我的男人 那么事不宜迟 我们直接动房吧 此话一出涂液赶忙反驳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 下一秒博锦处突然受到一下猛烈冲击 然后整个人应声倒地 下一秒便被吴道祖扛在了肩膀上 此时的李天元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陛下 我把一切都压在你身上了 一定不要让我失望 要走得比先帝更远 一定要名垂青史 成为千古一帝啊 夜晚时分 此时吴道祖房间内灯火通明 吵闹声在夜晚显得格外清晰 至于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不言而喻 萧只是清楚地听到了两个字 下流 一日清晨 萧站在门口继续等候 吴道祖先是打着哈欠走了出来 正当他疑惑涂液怎么还不出来之时 一道枯瘦如柴的身影 缓缓地从房间内爬了出来 一晚上过去 他险些被这酵母吸成人干 不过为了灭国 这点牺牲还是值得的 只是没想到李天元这家伙 居然连玉玺都敢带出宫 还把自己给卖了 真是未来可期啊 在处理完一切事以后 吴道祖便决定要带着他回总坛 一同商议如何夺取龙器 一路上涂液都胆战心惊 总感觉没好事发生 很快几人便一同来到了一处 安营渣寨寨之地 这里鱼木混珠鱼龙混杂 有不少人在打铁炼刀 好像随时都在为谋反做准备 再仔细向后望去 便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是红袖军的人 山河会 黄天党 巨翼盟 五峰山 海沙帮 这里面汇集的全都是 前国各路大小反贼 其中有不少都被昆卫半顾 这下可好 自己这是捅了反贼窝了 仔细看去 这些人面向一个比一个阴险 一个比一个反贼 这下可把涂液给看高兴了 在他看来这些个反贼 全都是灭国的重要资源 全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藏啊 李天元看他如此内心不由 又多了份敬重 真不愧是陛下 虽身处敌营却依然不乏稳健 甚至还面露喜色 真不愧为先帝血脉 随后猛的一惊 难道他早料到龙脉现实 会有反贼在此聚集 所以想一举将其通通收服 就在此时突然一鸣壮汉 走到了涂液面前 这位兄弟有些面生 不知道是哪个道上的义军 涂液没有犹豫 我是前国流亡丞相李天元 他是前任前皇屠千军 那人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见过道祖 无道祖没有理会 而是扭头看向涂液 你自以为昨夜与我达成交易 就能获得红袖君 全力支持夺取龙气 可没想到吧 红袖君支持的 可不仅仅是你一家 生意人从来不会 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 虽然我不想到皇帝 但所有有胆量做龙蚁的人 我都愿意在他身上下主 这次就以夺取龙气为契机 欢迎大家自由竞争 李天元只是一眼就已经看明白 这女人用龙脉维尔 聚集所有反贼势力 为的就是选拔出最合适的灭钱之人 不管谁是最后的赢家 他都不亏 这种有心机与算计的女人 陛下真的能应付得过来吗 而徒业却是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竞争对手要多一点才好玩 反正最后结果只有一个 不管是谁来让前国灭亡 对他来说都一样 此时人群中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虽然在场备胎众多 但应该没一个能竞争的过女 唯一能有一战之力的恐怕 就是南京那边的人了 无道祖淡淡一笑 你也不想想 当年处事后人真的会对龙脉无动于衷吗 算算时间 南京的人应该也要到了 此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无道祖立刻大喝一声 陈思明 我让你去接南京的人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陈思明立马应当 去接他们是道祖的命令 我可不敢违抗 下一秒一颗人头出现在他手中 人我接回来了 一颗头 够了吧 少年一心想当王国之君 为此不惜隐藏身份与帝国最强大的反贼合作 可他万万没想到 反贼首领花大量精力竟不是自己要当皇帝 王位的人 阴差阳错屠叶的治国理念 又已经深深征服了反贼首领 此时陈思明回到境地一角 便将那颗人头踢到了二人面前 无道祖顿时大喝一声 我让你去接应南京使者 参加夺取龙皇之气 你就是这样给我接应的 而陈思明却是不以为然 这也不能怪我呀 谁叫这家伙太弱了 无道祖心中明白 眼前这家伙早已基于自己这一把手的位置 可眼下这个结果演出来挑事 未免有些太过猴挤了 而陈思明却表现得十分惶恐 他自认对道祖忠心耿耿 一直以来道祖想要覆灭前国平息战乱 可又不想自己成帝 他作为下属自然有义务 要帮道祖物色统一天下的人选 而这个处四道 金国大亲王 自称自己为江南第一猛将 统领破浪迎战无不可 他代表金国来夺取龙器 结果却被来自草原的朋友团灭 这样的人根本不配称王 此时一道少女的笑声在众人耳边回响 此人便是北芒草原圣女阿依娜 而他身下作者的正是他的战弩黑牙 提到南京国他颇为不屑 他们都是我家阿牙做掉的 南京国简直弱的一批 文言一旁的光头顿时大惊失色 他曾有耳闻说北芒出了一位圣女 自称有勾连草原珠魔的神通 没想到今日便见到了 而一旁的爆炸头颇为不屑 区区北方的蛮狗 也赶来中原夺取龙器 简直不自量力 文言阿依娜并没有生气 比起中原的繁华 草原确实会差点意思 不过在我看来你们中原也不怎么样 在座各位冒着判死刑的风险扯棋子造反 难不成是因为爱好COS反贼吗 而我此次南下夺取龙器 正是为了结束分裂与纷争 大家若是想投身一统天下的伟大事业 可以考虑加入我们 一统天下 平息战乱 一统天下 名流轻史 一统天下 建功立业 听着他的豪言壮严 在场众人似乎都有种被催眠的错觉 只有涂液一个人颇为不及 此时的他突然发现系统 根本看不到这女人的属性资料面板 而这女人说的话 似乎与职场上的老板如出一辙 大家想加入 也要接受考验 因为我们只接受精英 不接受垃圾 涂液不自觉地和女人一同说出了这句话 而这自然引起了女人的注意 还未等他来得及反应 一旁的头巾男立刻发出了质疑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垃圾 而女人只是淡淡一笑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 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在场诸位的不满 众人二话不说便要冲上去干掌 而在阿牙的强势攻击下 他们很快便被一一解决 见情是不妙 涂液敢忙想找个角落先避避风头 可他还没刚走两步 便立刻引起了阿依娜的注意 阿牙 去 优先秒掉那个男人 涂液顿时惊慌失措 自己不过就是接了拒嘴 倒也不必如此赶尽杀绝吧 而在阿依娜看来 只有这个男人不受自己能力的影响 在他成为大女主的剧情里 此人必定是个中期强力宝 在接收到指令后 黑鸭二话不说将攻击对准涂液 此时无道祖顿时恼羞成梦 这里毕竟是他红袖军的地盘 想杀人就杀人 未免也太不把他这个道祖放在眼中 而阿依娜却是神色淡然 冷静 我们之间不是敌人 而且我们还拥有共同的目标 那便是灭掉钱国 此时这道声音在众人耳朵里回响 就连涂液也未能幸免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 看来这才是这个女人的能力 洗脑的声音不断在众人耳边重复 就连无道祖也很快变中了他的轨迹 他开始不断地给自己洗脑 要灭掉钱国 先淡掉钱人钱皇好了 随着阿依娜的心魔攻击持续释放 涂液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种种执念 而阿依娜的能力就是把人心中的执念不断放大 再通过语言诱导 让对方成为被执念支配的傀儡 想到这儿涂液灵光一闪 想要解决这种情况也只能靠语言诱导 点破这其中的逻辑漏洞即可 此时他没有犹豫立刻把李天元护在身后 你冷静点 他已经不是钱皇了 你干掉他并不能灭掉钱国呀 见无道祖慢慢冷静下来 阿依娜顿时一股怒火生了上来 无道祖 灭掉钱国是你毕生的心愿吧 如今目标就在眼前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你决心就这么轻易地动摇了吗 去 给我杀了他 严霸无道祖猛的一拳便向二人砸去 涂液赶忙躲闪才逃过了这一攻击 此时的他再次说道 无道祖 图千军死了你就会满意吗 你真正的心愿 究竟是灭掉钱国 还是让中原变成没有战火的乐度 此时两种声音不断在他脑海中相互影响 图叶心中明白 很多时候人心中的执念并未只有一种 在他看来灭钱固然是他的执念 可他心中更想拥有的却是建立太平盛世 而阿依娜却无法选择具体放大他的哪个执念 见效果显著图叶便再次发言 无道祖 如果你被那个女人控制 必将换来北方蛮族入侵 中原生灵涂炭的局面 你告诉我你救得了谁 此时无道祖心中的两股执念根本无法调和 紧接着他的脑袋便进入了死机模式 在他即将倒地之时 图叶一把扶住了他 论打嘴炮 他可是纵横各大论坛平台的斗宗强者 少年只想当王国之君回到故乡 为此身为皇帝的他不惜与反贼合作 可万万没想到这些反贼最大的心愿 竟是想让中原成为没有战火的乐度 身为最强嘴炮的徒叶 面对草原圣女阿依娜的精神攻击 自是没再怕了 随着耳边响起一声怒吼 此时黑牙突然趴在地上 他整个人像是受到了某种控制一般 做好了随时待命的准备 前任前皇 暂时不杀也罢 反正日后也要南下中原 正好留他一条命当作妻子 随即眼神一瞥看向徒叶 他暗自下定决心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杀了眼前这个男人 虽然现在自己没能控制住吴道祖 但因为他的两大执念相互冲突 暂时整个人被废掉了 没有了他的战力阻碍 凭借阿牙的实力 在场没有一个人能挡得住 此时萧和阿沙立刻摆好架势 挡在徒叶面前 看着这两人阿依娜越发嚣张起来 在他看来杀了徒叶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简单 随着他一声令响 黑牙一个猛子便冲了出去 直直地扑向三人 眼看那立爪就要伸向徒叶 徒叶慌乱间立刻喊停 下一秒萧的利刃便已刺伤了黑牙的胳膊 黑牙顿时痛苦地大叫起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三道符指便已经死死地贴在了他的眼上 强大的攻击力量瞬间将他整个人弹射出去 这一幕把阿依娜也看待了 他望向徒叶身旁的那两个女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此时阿沙刚想乘胜追击 却被萧直接拦了下来 千万不要掉以轻信 事情还没结束呢 紧接着一道道系统提示声在阿依娜耳边响起 封印解除 怒气增值 兽化增值 兽化加重 黑牙兽化灵界值 是否压制兽化 此时黑牙整个人就像被打了鸡血一般 而阿依娜想都没想就选择了火 此时黑牙的头发及骨骼开始肆意生长 没过多久一只四狼四狗的大家伙便出现在众人眼前 而阿依娜脸上却是浮现出一抹笑容 这样才好玩吗 此时阿沙二人皆是一脸呆滞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变成了一个怪物 在场一众反贼也皆是冷汗之流 此时黑牙一跃而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来到了二女面前 二女也立刻闪身躲避 看着这一幕阿依娜却笑了起来 黑牙本是被野狼养大的孩子 生性嗜血狂暴 一直以来受到他的控制才不会暴走 没想到他们竟主动打掉了阿牙眼上封印狼性的眼罩 升级后的阿牙实力再度得到提升 以消的实力都感觉十分难缠 下一秒他一个不留神就被黑牙咬伤了肩膀 黑牙死咬着他一个扭头将女人甩出树目 跟刚才的他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感受到这股能量波动的众人也纷纷不由后退 只有屠叶一个人向前走来 你们没事吧 此时萧大喝一声 别过来 这畜生的力量和速度都在我之上 现在只能靠阿沙的那些能放火的服录了 可当他望向阿沙时才突然发现 他整个人的意识已经不太清楚 昨天被无道祖用雷劈 今天又被狗打 不会快死了吧 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力量逐渐靠近 萧脸上写满了惊恐 自己搞不好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可就在这时黑牙却突然停了下来 此时有五名壮汉静止地站在他的面前 男人身为一国之君却一心想要国家灭亡 而被他寄予灭国厚望的反贼 却处处为国家着想 为此反贼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召集能人意识 就连远方的草原圣女也想来奋一杯羹 面对黑牙的强势攻击 很快便有五个身强力壮的大汉站了出来 而他们正是这里五大门派的仗 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 任由一个外来人闹下去也不是办法 而且他们也明显感觉自己的面子似乎有些挂不住 是时候该去结束这场没有意义的闹酒 既然如此那便从这个畜生开始吧 正好可以拿他的狗皮用来饱满 健壮一众弟子也立刻跑来起步 文言涂业也是欣喜若狂 如此看来自己总算是有救了 话音刚落五位掌门接连腾空而起 直直地向着黑牙冲去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黑牙只是一招便把在场几位统统打翻 打得他们几人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健壮阿依娜顿是狂笑不止 这可把萧给看傻眼了 这群家伙到底是来干嘛来了 什么都没干了就免费来给人送人头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黑牙再次将矛头对准了他 健壮萧灵光一闪 他甚至没有一丝犹豫 立刻从一旁拽住了诸葛沙 然后猛地用力推到了涂叶身边 只听他大喝一声 快 快亲这个女人 涂叶一脸猛逼 这到底是什么操作呀 可还未等他做出反应 下一秒便在萧的控制下强吻了下去 原来诸葛沙只有在与男性接触下才会崩坏 在这之后诸葛沙会将把与该男性接触的人列为生死大人 而萧在接触到涂叶的同时 眼神不自觉地开始触发机关 健壮涂叶赶忙与之拉开距离 可即便如此依旧没能控制住阿沙暴走 此时他整个人精神攻击已经完全不受控制 就连神色也是轰然大变 到底是谁要和我抢来人 话音刚落萧赶忙飞快地躲向一旁 可诸葛沙却像是疯了一般 二话不说甩出一道攻击 健壮萧连忙起身闪躲 紧接着那道攻击冲着黑牙就冲了过去 速度之快犹如闪电 黑牙只是愣了下神便被那道攻击淹没 阿依娜顿时紧张了起来 可下一秒萧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而诸葛沙则更是夸张 他的头顶汇聚着一个巨大漩涡 感动我的男人都得死 健壮黑牙也立刻紧张起来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立刻冲向主人 然后想都没想便把那攻击拦了下来 直到这时阿依娜才松了口气 没过一会儿那攻击也缓缓平静下来 待烟雾散去 黑牙的身体直愣愣地躺在阿依娜面前 阿依娜也没想到自己的最强战力居然会被如此打来 未等他反应过来 一把利刃已然夹在了他脖子上 一个字也不准说 不然我就把你舌头给割下来 看着如此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自己眼前 徒爷也有些傻了 自己费了好大功夫好不容易才打入反贼屋 没想到就这么没了 而这一切全都在眼前这女人所赐 而且这家伙连个系统面板都没 想来也定不会是什么灭国的关键人物 既然如此那便杀了吧 话音刚落阿依娜顿时慌张了起来 别不准杀我 把刀放下 而徒爷才懒得搭理他那么多 这女人不是灭国关键人物还能如此阴险 再加上那条狗 对自己做任务而言绝对是个不稳定因素 想到这儿徒爷顿时手起刀落 女人一着急立刻说出了名侦探柯南的经典台词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闻言徒爷也瞬间该愣在原地 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把众人听得皆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他到底在胡言乱语什么 而徒爷却是将那把刀定格在了那里 二次元浓度很高啊 大哥 你该不会是自己人吧 难道也是自带系统穿越的男性人 一国之君为了灭国不惜跋涉千里与反贼合作 可当亲眼看着能帮自己灭国的反贼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 徒爷恨不得立刻杀了阿依娜泄粉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这女人竟直接跪倒在了他的面前 别杀我 我也是穿越来的 一句话直接把徒爷搞懵了 他赶忙让萧挺手 他必须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此时当机的吴道祖也突然睁开双眼 他猛然间抬头坐起 李天元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你身后这个女人居然敢控制我 见状徒爷立刻挡在了女人面前 等一等 他的命我有用 而吴道祖却是颇为不解 不是吧 就这么个一组女人你也馋 可徒爷却告诉他 女人是由自己搞定的 理应交由自己处置 吴道祖虽然不屑 我欠你的 随后徒爷又让他帮忙准备了一间 隔音效果极好的秘室 看着女人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徒爷也不由心中遐想 他莫非是吃错了 很快徒爷便带着女人来到了这间秘室 看着这秘室的陈列女人吓得浑身乱颤 而徒爷看着这些道具 这才发觉吴道祖看来是误会自己了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还是要再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 即便我不变 符号看向线 宫廷玉叶酒 一百八一杯 君不见黄河之水添上来 流向那万子千红一片海 垂死病中惊作气 燃烧我的卡路里 问君能有几多愁 唱跳rap和篮球 经过一系列的拉扯涂液这才松了口气 看来他俩真的都是穿越者 而且还来自同一个世界 那你是如何穿越过来的呢 女人越发惶恐 那都是好久以前发生的事了 记得曾经有一天自己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提问帖 问你最想穿越回哪个朝代 结果有个叫夜之帝王的网友对着他直接开喷 说现代这么好 想回去的都是智障 女人受不了一点 直接和夜之帝王疯狂对骂 结果一激动把奶茶给碰到了 紧接着电脑就莫名其妙地跳渣了 然后他不知怎敌就变成了一个不能自理的婴儿 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 涂液回想起自己的网友 和他对骂的那个人不正是自己吗 不过这个阿依娜居然浑穿到了婴儿身上 不过你又是如何得知我是转生者 阿依娜没有一丝犹豫 谁让你接住了我的梗呢 我说老乡 不如我们一起合作吧 你现在是李天元 虽然是朝中重臣 但我想适应孤单生活应该没那么轻松吧 此话一出立刻得到了涂液的赞同 曾经的他每天游戏可乐刷视频 每天别提过的有多爽了 现在却只能吃饭拉屎睡觉 每天的生活过得好像上行一般 此时阿依娜继续发动精神攻击 这小子知道我是穿越者就放松了警惕 现在中了我的技能还不自知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防了一手 此时他再次开口 你穿越过来有什么技能吗 涂液不以为然 可别提了 除了一个系统其他啥也没有 文言阿依娜这才松了口气 他继续发动语言攻击 看来你的穿越体验效果不是很好啊 不过算你走运遇上了我 要不要姐姐带你啊 如果我没猜错 你的目的是想灭国吧 你是想灭掉前朝自立为王对吧 而涂液却很是无语 这女人还真把自己当李天元了 她才不想当皇帝 只想赶紧做完任务回家 说什么都不想再留在这鬼地方了 可阿依娜却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只要你听我的话 龙脉我也可以给你啊 答应的话我可以考虑让你舔我的狡猾 说着他便将自己的狱卒伸到了涂液面前 见状涂液一把拿不堵住了他的嘴 自立为王夺取龙脉 这是我想要的吗 自从穿越过来人人都替我脑补 别人也就算了 但同为穿越者的你也不懂我的心情吗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亲自来告诉你 我到底想要什么 男人身为异国之主 却一心想要亡国 为此不惜假冒奸臣与反贼合作 可没想来自远方的草原圣女阿依娜 竟同样身为穿越者 涂液因为两人信念问题 直接把女人关进小黑屋 扬言说要好好教训一番 几个时辰过后两人缓缓走出 众人一脸严肃地站在外面 当看到圣女阿依娜这副模样 他们心中更是不由多想了几分 陛下果然荒淫无道啊 就连李天元都暗自心生佩服 真不愧是陛下 仅凭肉身就降服吴道祖和妖女 为全国排除两大隐患 见他开始脑补涂液联盟解释 别误会 我给他带的东西只是为了封印他的能力 此时吴道祖也站了出来 没误会 用的时间比我们昨晚快多了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突然引起了二人的注意 道祖 异军联盟已重新集结完毕 只等道祖一声令下开始寻找龙脉 而此时吴道祖神色淡然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是时候前往龙脉所在之地 在吴道祖的带领下 众人很快便来到了一处隐秘之地 就连涂液也暗自心惊 这女人果然有两把刷子 若是叛军自行前来铁定迷路 提前在龙脉附近设置总坛 这样不管谁想找龙脉都逃不出他的势力范围 正在他思索之际 吴道祖却突然停在了那 我们到了 紧接着一道亮光突然闪得众人睁不开眼 当他们再次睁开眼时 看到的却是一幅有些凄凉的场景 在场众人全都愣着 他们全都不相信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能有龙脉 道祖 莫不是出了什么岔子 你耍我们不成 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龙脉啊 可吴道祖却是颇为淡然 他没有理会任何人 随着身后一声巨响 煞时间乱世横飞 涂液等人皆是瞪大了双眼 待烟雾散去 那庞大的建筑才渐渐浮现在众人眼前 金碧辉煌 看得人心中直痒痒 没过一会儿众人才猛地回过神来 这竟是龙脉 紧接着反贼们一个个都激动起来 不由分说地向着龙脉方向冲了过去 只有涂液一个人颇为淡定地站在原地 他心中暗自窃喜 抢吧 你们都快去抢吧 抢到龙脉然后帮我钱国掉大风 而此时萧却是看得怒目远征 龙脉是关国运 岂能容下一群反贼再次哄抢 而涂液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他搞不懂自己都还没急呢 他有什么好记得 而他的不作为在李天元看来却是明智之举 没错 现在贸然进入说不定会触发某种机关 陛下圣明 而涂液却是懒得搭理 行行行 你特么又懂完了 眼见时间也差不多了 吴叶便打算带着众人一同进入 刚进入龙脉他就不有感叹 真不知道这龙脉之地到底是谁建的 真是大手笔啊 还没等靠近龙脉大门 一道发狂的笑声便传入众人耳中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剑状涂液业几人也加快了步伐 可刚进去就看见反贼们拿着金银珠宝往自己怀里装 有了这些 还找什么龙脉啊 放眼望去另一侧还有很多房间 黄金慧和沙海帮为了神兵力气争吵起来 还有些人执着于武功秘籍 看着众人纷纷找到了自己所需 吴道祖却不以为然 要得到龙脉的认可 便要拥有与之相配的气量 被一点银头小力诱惑 只配做不入流的小角色 李天元也立马告诫自己 这一路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而这雕虫小技早就被涂液看出了 看来这便是龙脉的第一条考验 闻言吴道祖却是淡淡一笑 如此简单的考验你当然能看出来 在大是大非面前 那可就 他话没说完便被涂液震惊了双眼 等等 你手里拿的都是些什么 反观涂液一脸无所谓的站在众人面前 大兜小兜的金银珠宝挂满了他的身上 要你管我 少年一心想当王国之君 可万万没想到与他合作的反贼 竟一心想让国家变得更好 为了选出最适合当选皇帝之人 众人便跟着吴道祖一同来到了龙脉所在之地 面对诱惑众多的金银财宝 蒂叶一眼便看出了这是龙脉的第一重考验 他二话不说将众多金银珠宝挂在了自己身上 此时吴道祖一脸猛逼 你这家伙是在干嘛 我说的话你真的有在听吗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可是龙脉的考验了 而涂液却是不以为远 他左顾右盼地继续寻找着宝物 可里天元却是感觉到有些奇怪 身为一国之君 他什么宝物没见过 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露出贪财短视之举 此事定不简单 而涂液的想法也很简单 既然这是考验 只要自己表现的贪财一点 那么必定会扣不少分 不过看着地上躺着的尸体 他倒是有些不能理解 不过就是一点破烂至于打成这样吗 这些东西也没比我国库里的东西好到哪去 现在能吸引我的宝物 估计也就只有手机了吧 寻觅了一圈以后 他带着大多小都很快又来到了众人面前 眼见东西太多实在太重 他便决定要分给几人 久等了 我给你们都带了礼物 说话间便将一对匕首送给了萧 将龙文件送给了李天元 将失传已久的方数秘籍送给了诸葛沙和吴道祖 就连草原圣女也收到了皮鞭 徒爷眼神一冷 替我留着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用 而吴道祖却躲在一旁偷没观察起来 还以为这个李天元能有点帝王之气 难道是我看走眼了吗 就在这时一块块落石突然从上方掉落 紧接着一阵笑声在众人耳边回荡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块落石便砸在了一名修士身上 伴随着一声声惨叫 又有不少修士命丧当场 徒爷看着这些死去的反贼心痛不已 毕竟他还指望他们帮自己亡国呢 仔细想想刚进入永道时共有158人 如今只剩下了50人不到 还只是第一层考验竟然就淘汰了将近七成 此时一道声音突然在众人耳边响起 帝王到场 初考气之考 沉迷世俗之物 朱小丽儿望大义 不惧帝王气量 淘汰 胸怀天下 心如止水 帝王之气出城 轰过 话音刚落徒爷便忍不住暗自窃喜 虽然活下来了 但想来也没办法继续后面的考验了 接下来是要请我走还是让我自己走呢 紧接着那神秘声音继续响起 善假于物 收买人心 以人心谋天下 以天下力言行 大气 话音刚落一道金光突然聚集在涂叶身上 涂叶此时人都傻了 这到底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见状李天元却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样 他连忙快走两步来到涂叶面前 一把拍在了涂叶肩膀上 不愧是你啊李天元 而涂叶也是猛逼的一句话都说出不来 阿依娜也忍不住暗自震惊 同为穿越者 自己在第二层 而他却是在大气层 李天元当真恐怖如斯 看着自带光环的涂叶 一旁的众人也忍不住小声敌 听说这家伙可是前国的叛战 难怪有着帝王之姿 看着就举止不凡 面对众人的窃窃私语 涂叶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连忙侧向一旁避开光环 可没成想那光环却带有自动吸附功能 不管他走到哪儿光环都一直跟着 正在涂叶无奈之际 神秘声音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 宿主在刚刚的龙脉气之烤中取得最优异成绩 获得龙脉的祝福 帝王光环 帝王光环虽不能为您增强战斗能力 但却能让您在人群中更加瞩目 如同帝王一般 此时涂叶脑海中除了无语还是无语 这不等于除了拉仇恨之之外屁又没有吧 此时系统声音再次响起 由于竞争者中有人获取帝王光环 提前触发后续试炼 帝王道场赋 立志考 开始伴随着金光洒落 再次睁眼时 众人已经全都穿上了战甲来到了军营之中 此时一位士兵立刻来报 颜帅 请开始三军集议 立志考失恋目标 带领牧羊军攻占松都城 诸位请务必尽力而为 龙脉将注视着你们 而在地图的最南方有一条宽阔的临仓江 蒲叶身为元帅率领的牧羊军正在河的北岸驻扎 而在牧羊军营地更北方二十里外 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城池 这就是他们要攻打的城池 松都 松都城驻军五千 牧羊军两万 双方的军备补给都十分充足 可以经得起上达数月的消耗战 如果单看士兵和军备数量 攻下松都城虽然极度困难 但并非绝对不可能 不过不巧的是我军感染危险 目前已有近五千人身体不适 上土下泄 军中大夫无计可施 将士士士气低落 接下来该当如何 还请元帅定夺 此时李天元开始分析起来 蜜之考应该是测试打天下的能力 而这里不见其他人 说明龙脉把我们几个化为同一阵营 而萧之前曾跟随过先帝和图苏 也略懂些军务 攻城战如果要稳妥起见 攻防兵力需在首方十倍以上 我们原本兵力就很勉强 再加上这瘟疫 文言涂液也是面露苦楚 可他内心却是止不住的狂喜 这种地狱开局对他来说简直太友好了 只要打不下来就任务失败 想想就让人开心 可再反过来一想 若是其他竞争对手的题目也是一样 他们也失败 计算综合评价 还是自己最高那该如何是好 而这在李天元看来 还以为陛下是已经想到了 利用瘟疫反败为胜攻下松都的办法 只不过那办法太过阴狠歹毒 大概陛下是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使用 既然如此 这个恶人就由微臣来当好了 少年身为一国之君 却一心想要国家灭亡 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亡国梦想 却意外感动了朝中奸臣 为了不让徒业为难 李天元当即便决定由自己来当这个恶人 陛下 微臣有一计 可以轻松攻下松都城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副本当中 吴道祖身为牧羊元帅也同样面临如此困境 看着眼前众多士兵感染瘟疫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施展治疗秘书 坦顿 上山落水 在他的治疗下那老者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这也让他不禁感叹元帅真是个活神仙了 见状一众将士们全都目瞪口呆 秉承着对生命的渴望 他们全都一股脑地扑向元帅 希望元帅也能像刚才那样救救自己 而这在吴道祖看来却是压力倍增 看着自己眼前这一个个倒下的身影 他很快便明白单时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病源 自己所做的这些不过是杯水车薪 不过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自己做不到看着将士们倒下什么也不做 于是他立刻大喝一声 大家不要着急 有我在 你们都会有救的 有会一点治愈细方术的 来跟我一起救人 他立刻写下治病药方 至于其他人按照我这张方子去备药 务必要保证全军都要服用 与此同时在第三个副本中 此时草原圣女阿依纳身为牧羊元帅 两万人攻五千人守的城 还带这么多传染病病号 这还打个毛线啊 文言他的副帅陈思明很快便发出了反驳 打 这怎么不能打 要我说 拿下松都再容易不过了 他嘴角露出一股邪魅笑容 松都城只有区区五千守军 要我说让他们也染上瘟疫不就行了 而这想法与李天元简直如出一辙 陛下 咱们可以用投石车把瘟疫士兵的尸体投入城中 文言涂叶顿时冷汗直流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狠 只怕阎罗王身上都得闻个你 涂叶立刻表示反驳 这个计划太过阴损 不是明军所为 李天元刚想劝说却又被他立刻制止 不用说了 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 李天元满脸不解 自古攻城战惯例 攻方兵力至少要在守城方十倍以上才有必胜把握 而如今牧羊军不但兵力不足 更是患上瘟疫 如今士气低落 如果不使用阴毒招数 要想攻下城池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而涂叶却是表现出一副十分威武霸气的模样 如今士气低落 我准备撤回临苍江南岸 等待时机再战 话音刚落霄便立刻反应过来 还以为这昏君会有什么好计策 说到头来不就是打不过要跑路吗 逃跑而已 有必要说得这么慷慨激昂吗 而李天元却不这样认为 在他看来陛下的计谋 绝不可能这么肤浅 这其中必有其他神秘 只可惜我在军略征伐上的 见解远不及宫廷全谋 所以恐怕暂时还无法踏入 陛下的思考领域 正在他反思之际 徒爷又再次开口说道 撤退时我们要带走所有瘟疫士兵 即便是那些病得走不动路的 也要带走 听完李天元人都傻了 他立刻劝说 万万不可呀陛下 那些染疫士兵多半已经救治不活 带上他们必定会拖慢我军行军 如此一来只怕会落得个战败的下场啊 陛下为何非要带上他们 徒爷虽然心中窃喜 但又不好直接表现出来 他十分认真地说道 不抛弃 不放弃 这便是我对待部下士兵的态度 这个解释不知你还满意吗 这句话怼得李天元顿时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在三号副本中 所有将士严阵以待 一个个染疫的士兵全都被打包了起来 远处的投石车已然不停运转 那指挥的将士虽是有些于心不忍 但随着他一声令下 那一个个包裹岩石的染疫士兵 还是被无情地投了出去 异国之军为了灭国特意前来与反贼合作 可没想到反贼却一心想让国家变得更好 而选拔皇帝的第一步便是要接受龙脉的考验 面对同样的困境 众人皆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与此同时在三号副本中 在阿依娜的指挥下 一个个染疫尸体不断地被丢入城内 见状城中将士立刻开始隐蔽 在探清是此事后 下令立马将他们扔出城墙 反观那指挥的将士此时已是眼含热泪 看着那一个个染疫尸体在空中纵横 他终于是有些受不了了 毕竟这些人曾经可都是他的兵啊 见状阿依娜继续发言蛊惑 继续下去 你难道忘记你的愿望了吗 打完这场仗 你就能回家澄清了 受到蛊惑的士兵便又再次振作起来 这时阿依娜才终于松了口气 这群士兵还真是麻烦 稍微松懈一点就给我掉链子 陈思敏也在继续拍马屁 得亏圣女大人有这个能力 我看这松都城已经坚持不住了 第一批尸体投下的时候 对方还装作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 现在一天过去 城头都被尸体填满了 也只有寥寥几个人在搬运尸体 算算时间 瘟疫应该已经在城中爆发了 文言阿依娜扭头看向阿雅 去 翻过城墙 从里面打开城门 阿雅没有一丝犹豫便向着城墙冲去 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便跑到了城墙之上 下一秒便将正在搬运尸体的士兵通通解决 高喊圣女大人英明 阿依娜也没想到自己这次竟然赢得这么轻松 全军听令 跟我一起冲进去 所有将士也都像是打了鸡血一般跟着跑了进去 可就在他刚刚踏足城门的瞬间 却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妙 自己打了那么久 没想到竟是做空巢 偌大的街道上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就算是瘟疫爆发 城里也不至于这样安静 除非 正在他思考之际 一道道弓箭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紧接着身后便有几个士兵应声倒下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原来自己中了埋伏 他立刻想要带人撤退可却为时已晚 此时敌方将士已然挡在了他的面前 你们终于进来了 此人正是松都城练气势 吕跃真人 而他最擅长的便是操纵瘟疫之方术 与此同时在一号副本中 李天元正在按照涂液的指示不停的运送伤患 就在这时诸葛杀却突然跑到了他的面前 大人 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想向你汇报 这瘟疫似乎有些奇怪 所有病患身上皆有轻微的方术气息波动 所以我怀疑这场瘟疫很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 或许在松都城军中有精通瘟疫的方术高手 直到这时李天元才突然感到恐慌 如果真按自己提出的那个计划 恐怕现在早已落入了对方的陷阱之中 原来陛下他早就看穿了这一切 而肖杂听到这些后也暗自震惊 怪不得他刚刚独自在营中会做出那番准备 与此同时阿依娜所带的军队已经乱作一团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 原来自己军中的瘟疫爆发是他故意设置的 自己所谓将尸体投入城中的妙计 如今看来竟是这般愚蠢 尸体上的瘟疫对他们毫无威胁 而他却故意将松都城布置城死城模样 从而引诱自己上钩 而此时的吕月真人却是邪魅一笑 你这女人兼具聪明与狠辣 若不是遇到了我 应当大有作为 而此时阿依娜却明显被他激怒 你死了就还有翻盘的可能 阿牙 干掉他 可光是看着吕月真人散发的威压 阿牙就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他只好一个劲地匍匐在地上 见状阿依娜没有犹豫 既然如此 那命你速速带我离开这里 严霸阿牙便带着他向着城门冲了过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他带领的牧羊军将士早已人心涣散 真的抢得挤破了头也要出去 阿依娜一拍肩膀 示意阿牙带着他翻越城墙而出 而那将士们看他如此自然也求着圣名救救自己 可阿依娜却是有些不耐烦 他施展魔众 你们的愿望不就是为我献出生命吗 让开退路 用你们的身体去拖住那个道士 只要我还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 可面对生死的考验 众将士却是头脑清晰 不对 我的愿望不是这个 我的愿望明明是回家澄清 你骗了我 对我用了妖术 此话一出阿依娜顿时遭到反噬 然后不由自主地从阿牙身上掉了下来 刚落在地上就遭到了众将士围攻 杀了这个女人 你把我们全都害了 去死吧妖女 少年身为异国之主 却一心想要灭国 为此不惜跋涉千里 特意前来参加龙脉的考验 可万万没想到 第一关竟阴差阳错地 获得了帝王光环 而面对第二关的攻城之战 阿依娜想都没想 便将染意战士们当作了棋子 而吴道祖却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面对军中染意的将士 极老弱病残 他发誓定要救下这里的所有人 而这第一步便是要让自己变强 说话间他不停地使用自己的法力 见状一旁的将士也赶忙制止 老大 不要继续了 再继续下去的话只怕 他话未说完便被吴道祖打断 可就在这时他突然灵光一闪 你说得对 确实不用再继续了 马上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说话间他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就像是突然下定了某种决心 与此同时军营警戒声突然响起 此时有大批敌军骑兵来袭 而当敌军赶到时 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此时吴道祖整个人 已然萦绕着大量法力 随着他法力的继续加持 很快吕跃真人便出现在他面前 老娘叫吴栋玄 准备帮我把这个名字传到地府去吧 而此时吕跃真人却是眼前一亮 能压制住平道的瘟疫 果然有几把刷子 不过你用自己宝贵的方术之力 救助那些蝼蚁 甚至因此也染上了瘟疫 当真是愚蠢 而吴道祖对他所说之话 却是颇为不屑 毕竟直接把他干掉 可比救人省事多了 想到这儿他便没在犹豫 直接施展出自己最为浑厚的法力 那猛烈一击 甚至将周围的一切全都震损 可惜的是就差一点就能打中他了 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 自己身周有一圈白光出现 貌似是在保护昏睡时的自己 这时耳边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你醒了 肯定被狠狠修理了一顿吧 此时吴道祖望向阿依娜 看样子你比我先行 怎么 这么快就被淘汰了 阿依娜表示不服 你不也是被那个吕跃真人干掉的吗 文言吴道祖立刻反驳 要不是自己染上瘟疫实力下降 说不定就能打过他了 可他很快又转念一想 如果自己想要保存实力 不去救治瘟疫士兵 吕跃可能也根本不会给自己 跟他单挑的机会 这样的话 无论如何选择 自己也许都没有胜算 想到这儿他突然扭头望向地上躺着的涂叶 这小子的综合战力明明比不上自己 怎么坚持得比自己还久呢 看着涂叶躺在地上满脸笑了 这个看似无解的试炼 也许只有他能通过 与此同时 涂叶已经带领众多士兵来到了江边 此时的他望着江边内心很是着急 不是我说松都城那边还能再拉垮一点吗 我这又是大张旗鼓的拔营 又是携带病人跑路 折腾了快一晚上 天都快亮了 那边怎么还不给点动静 这要是等大军全都撤到了河对岸 就再也不可能打出全军覆灭的惨败了 给你们机会你们是真不中用啊 而此时李天元心中却是止不住的猜想 看来陛下是想渡河后社府 引诱敌人过河追击 然后等待敌人半渡之时 给以迎头痛击 陛下坚持要带走这些士兵 难道是为了作诱敌的 不过如此一来倒是都说得通吗 但陛下毕竟不是万能的 军中地图虽标有桥通往对岸 却没料到只是一条浮桥 想到这儿他立刻说道 事不宜迟 趁着敌军追兵未到 还请元帅先行过河进行安排布置 徒叶心中无语 事不宜迟个毛线了 自己在这儿等半天不就是在等追兵吗 不过自己之前也说了要车到河对岸 这样干战着确实也不是个事 可是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拖延更多时间呢 就在这时李天元再次开口 严帅时间紧迫 话未说完徒叶便打断了他 这些患病的手足同胞尚未脱离险地 我如何能自己率先过河呢 文言李天元顿时人都傻了 难道不是应该把这些毫无战力的士兵 留在此处做了吗 难道说自己猜错了 而此时徒叶突然大喝一声 我们的手足同胞尚未脱离险地 其余诸将列阵守桥 文言一众将士皆是瞪大了双眼 此时这男人在他们心中就如同活菩萨一般 本以为能带大伙一起撤离就已经很感激了 现在竟然还让他们先过河 而一些健康的士兵也在心底默默思量 看来就算是自己之后病了也不会被抛弃 元帅果然和别人不一样 他是真把我们当人看 而徒叶在听到这些将士们的感慨后 却是更加慌了 李天元也就算了 你们这些没名字的NPC不知道在这里挠补个啥 我这是要带你们输掉这场仗了 可看着众人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 他也不好再解释什么 很快在他的指引下一众将士们开始渡河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突然传来 徒叶也不禁扭头向后看去 终于是要来了吗 很快敌军的身影便缓缓出现在眼前 见状李天元立刻向他请示 来不及了 情况有变 还是请元帅优先渡河 而此时徒叶的眼神却是更加坚定 我说过了 让伤患先过 文言李天元老脸一黑 现在是展现你们忠贞的时候 元帅 对不起 得罪了 少年一心想当亡国之君 可没想到身边的奸臣却一心想让国家变得更好 为了表示忠心李天元当即下令将他给围了起来 元帅对不起 得罪了 徒叶还没来得及反应 下一秒便被重将士抬起 他嘴里不停地喊着萧和阿沙的名字让他们前来护驾 这时才突然发现俩人早已不在身边 离开了徒叶的两人此时正潜伏在一片丛林之中 诸葛沙心中充满疑 你说的伏击之术到底靠不靠谱啊 而萧却是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 放心吧 我跟随徒叶的这段时间早已摸清了他的套路 此人最喜欢用钓鱼手法玩弄对方心态 此次也不会例外 想到这他脸上突然多出了一亩红韵 想当初自己不就是被钓的那一个吗 他这次故意大张旗鼓带瘟疫士兵撤退 就是想引松都军前来追击然后进行伏击 你想啊 徒叶挑选的伏击处 必然是前方能容纳更多士兵的战场 而我们要做的 则是在这里充当骑兵 与徒叶的伏击前后呼应 到时候等松都军一来 我们先放他们通过这条狭窄山道 然后趁其不被从身后发起袭击 而他们在加速行军的慌乱情况下 在遇到前方徒叶设置的伏兵 首尾皆有敌人 必定立刻崩溃 到时候我们就只管杀的痛快 肯定能为大前立下伟业 就在这时一则消息传到了诸葛沙的耳中 消息显示说就在刚才 有大批松都骑兵 从离此处一里开外的一条大路上 朝着江边几尺 也就是说他们选的埋伏地点错了 与此同时 已经有一些松都骑兵逐渐出现在他们眼前 见状李天元顿时有些慌乱 已经来不及了 这样下去大部分人都无法过河 此时众将士立刻铸成一道坚固的屏障 元帅你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 掩护元帅先走 徒叶心中恼火 不过就是一群NPC罢了 你们难道听不到我的命令吗 快点过河 此时众将士的目光异常坚定 你们难不成是要违抗军令吗 众将士没有理会 每个人都抱着向死而生的决心保护元帅 这一幕也让徒叶大为震惊 他一把将守护他那将士的手腕甩开 然后转身向后站立 可下一秒却又突然拔剑向后砍去 而这一幕把在场的众人全都看待了 此时徒叶一个人站在江边 一开始他只是想完成败国任务 但慢慢的有什么东西变了 明明只是NPC 等他回到现代后便在无交集 但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拿人命 当成自己完成任务的成员 他当即大喝一声 众将既然都不愿苟活 那是否愿意随我一起杀出一条血路 向死而生 与此同时松都军收到的命令 是让他们趁着敌军逃窜 士气低迷时将其尽数斩杀 但此刻出现在他们眼前的 却是徒叶所带领的长枪森林 见状他们顿时人都傻了 光是士气就已经败下阵来 随着一道道身影漫天飞舞 徒叶也不禁有些愣住了 李天元也是颇为震惊 看来还是自己格局太小了 什么社服什么半度出击 统统只是地利的境界 面对骑兵的冲锋 陛下居然亲自以身犯险 想要激发的正是众人心中的士气 对方如果是追杀逃窜之敌 我方自然是必败无疑 但如今我方背水一战 就算是染疫士兵 只要士气高昂也能牵制对方 何况我方人数占优 这便是人和 就算在精锐的骑兵也将如同身陷泥潭之中 这些瘟疫士兵自知必死 却被陛下利用背水绝境 反而激发出他们的斗志 这就是帝王的气量吗 而此时屠叶也在脑海中不断自我反省 自己这到底是在干嘛呀 明明是不想赢的 可这次偏偏像是有某种期待 与此同时 吕跃真人也来到了战斗现场 肖刚想发起攻击 却被诸葛杀一把拦住 对方本阵中的那个方式很强 再加上他身边的兵力又远多于我们 现在冲过去就是送死 我倒不是害怕 不过就以目前的战局来看 陛下统帅的部队 似乎也没有那么脆弱 话音刚落霄冷静地思考了一下 虽然他平日里看起来一副 玩世不恭的模样 但没想到竟然能想出这样的寂寞 事到如今自己也只有好好佩服 而他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 等到那个方式忍耐不住 把身边最后兵力投入战场时 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少年一心想当亡国之君 可他所带领的将士们 却一心想让国家变得更好 在涂液的带领下 牧阳军士气大增 将士们一个个都像是被打了鸡血一般 即便深染重义却依旧勇往直前 见他们如此敌方军队 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战场上的众人打得如火如荼 过了半天他们才反应过来 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竟被牧阳军给绕后了 他们当即下令全体后退 留出空间准备开展二轮冲锋 而此时牧阳军将士一个个精神抖擞 就连染疫的士兵也杀红了眼 他们势必要杀光这些狗贼 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血分 见状对方士兵皆是看傻了眼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们不过就是一支兵死的部队 又是如何变得如此坚韧的 是因为躲在后方的首领吗 就在他思考之际 徒叶举着长剑毫不犹豫地向他冲来 仅是瞬间便将其秒杀 管他什么试炼什么输赢 老子今天只想杀得痛快 众将士听令 随我一同冲锋 说话间便带着所有将士义无反顾地向着松都军冲杀而去 见状屡悦真人顿时愣在原地 他赶忙下令动用自己身旁的精兵 这小子确实有点本事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还是太年轻了 居然上头到亲自带兵冲锋 平道绝不会做这种愚蠢之事 哪怕遇到前军溃败的最坏情况 凭借平道一身方术 也能够安然退回松都城继续坚守 可就在这时一道道马蹄声突然在他耳旁响起 他连忙向后看去 这才发现竟还有一批人马从他身后袭击 而那带队之人正是原本打算伏击他们的萧和诸葛杀 眼见机会来了 他们二人立刻兵分两路 一方围剿屡岳真人 另一方支援屠叶 见状那屡岳真人顿时冷汗直流 一股恨意涌上心头 奸贼 与此同时屠叶正在大杀四方 王国的思想在此刻早已被他抛之脑后 面对屡岳真人的强势进攻 李天元顿时心神一鸣 难道这就是对方的底牌吗 万一陛下被刺伤的话 正在他思考之时 一道矫健的身影突然闯入了众人眼中 来人正是诸葛杀 仅是眨眼的功夫便将敌方军器撕破 主将也被瞬间斩杀 紧接着一道响亮的声音在众人耳旁响起 松都主将已被杀 投降者可免一死 看着自家的帅气已经倒下 将士们顿时心灰意冷 可下一秒就被急忙撤退的众人踢到了一旁 松都军自此失去战役 军心涣散 骑兵发生重大踩踏 而后牧阳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 望着不远处的战况 吕跃真人人都傻了 自己明明还活着 吕跃真人自此也终于承认自己输了 没想到你们的计谋缓缓相扣 真是精彩绝伦 而此时的李天元颇为激动 我就知道 萧和阿沙的伏击 果然也是你的安排 原来从撤军开始 你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背水一战 擒贼擒王 堪称经典啊 涂叶不明白李天元到底在说些什么 而李天元却是一副看破一切的模样 微臣明白已现有的信任程度 这种激励确实不便预先告知微臣 不过微臣今后会更加努力 而涂叶根本没在听他到底在讲些什么 直到这时 他的手依旧在止不住的颤抖 望着众将士欢呼雀跃的模样 他的心底也不犹有些感触 还是赢了呀